他叫浩高务员嘛 2024 用嘴講的啦 2022不知道會拚不拚啦 你們料都不知道剩到幾都啦 還想到2024 不要再說了啦 你要有GAS 你就出來跳出最堅固的選區嘛 台南或是高雄嘛 你到現在都沒有講話 裝得在跳軟軟的啦 國民黨繼去年12月公投失利 中二補選 霸場案連戰連敗 黨主席朱立倫 領導能力備受質疑 民調好感度 簡直跌落谷底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點七的好感度 朱立倫至今仍未給藍營支持者的交代 黨內政面臨前所未有的 重大危機 哈哈哈哈 炒現在 萬八八啊 已經兩個多禮拜沒聽在說什麼了啦 什麼都不講啊 什麼都不做啊 原地踏步啊 結痞痞啊 就台灣人說的 一痞無人輸越痞越順暑啊 就是他的作風嘛 好高勿援嘛 望遠2024嘛 為什麼你到現在不敢出來講話 噢 人家出來不敢正希啊 他之前有給人民做一些回應耶 能夠接受嗎 好 如果接受我會出來嗆他啊 我會嗆他嗎 進去那懶啪啪 黨主席朱主席 聽到有沒有 這樣會不會擔心說 這樣年底大選 噢 我剛才跟你講他叫好高勿援嘛 謊言2024 用嘴講的啦 2024 2022就不知道會抓不住啦 你們六都不知道剩到幾都啦 還想到2024 不要再說了啦 不要再說了啦 別殺了啦 之前有媒體人建議他到台南高雄 比較艱困的選區去參選 這樣怎麼看 他就到現在不唱聲啊 媒體說 對不對 我也是在網路上跟他講啊 這對人 你要有格子 你就出來跳出最艱困的選區嘛 台南或是高雄嘛 你到現在都沒有講話啊 一句話也沒有講沒有哼啊 你專門在撞了兩下子的啦 都撞了兩下子的啦 這應該做不做啦 對不對 現在國民黨是要支援 台南要團結 最不團結就是你們國民黨 大街上還在施力 還想說誰啊 誰先跳下去啊 是土域或是賓土 他都要撞人家說的 不是要這樣子啦 國民黨 你們不管怎樣要拼給人民看 拼人民會看在眼裡 會看在心裡 拼贏拼輸另外一回事 要有拼要幹勁 要努力 如果你們連拼都沒有 只會被人家鬧錯笑話 很多人跟我講 基東姐 你槍口要對外不要對內 才不會被民進黨笑 我也希望這樣子啊 可他們聽得到嗎 國民黨有哪個聽我們民眾在講話 你們沒有聽我們傾聽民意 你是跟民進黨一樣 那選你跟民進黨不是一樣 一個會吃好 吃相好看跟不好看一樣 我認得到嗎 最後是不是可以給國民黨一些建議 我跟你說啦 國民黨 言而總之總而言之要 要好好的檢討啦 不要每次在聽他叫我娘 主力人 給你下最後通牒啦 就是下去選那個監獄選區啦 台南灣是高雄啦 你要叫死你就去選那個監獄選區啦 贏個輸不行才啦 要跳下去啦 你娘有喔 這讓你知道嗎 才能夠好 致死立了後生啦 起死回生啦 國民黨怎麼有希望啦 把你講一下啦 對